所以我當然是寧願有BabyJohn 坐眼益真的很難叫 鄭則時 王守平 巴士 張法 長腿 大眼 聖誕 海景 西貢 MMA 英超 有什麼分別 我不是讀這些 我不知道 火星 冬了 我的陰暗面是 我本身很浪 很浪 一就一 二就二 一完又二 二完又去一 我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我是一個三心兩意 經常都選不到應該怎樣做的人 而另一方面我是一個很隨心的人 但這個隨心的意思就是 當我沒有氣氛的時候我就不做 其實這件事很大 我是沒有計劃的 沒有想後果 只是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覺得紅心壯志 就去 結果就是經常被人說得斷火 另外一個黑暗面 我是這樣就這樣 所以變了有些位置 我沒有了份體諒 我只會覺得你這樣做就不對 因為應該是這樣的 這件事對於別人來說 可能是一個壓力 可能表面上相處不會出現 但當同學熟落了 又會知道的麻煩 我這次再拍TVB劇集的原因就是 第一 因為精果 第二 因為這部劇集是六十年代 我很喜歡六十年代 最後一個原因就是 我覺得跟老表很不一樣 這部劇集叫做《荷里活》 有個大老千 好像跟老千有些關係 但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 勾起整件事的一個導火線 但真真正正想說的 就是因為這些事件背後 產生了他們家人的關係更加穩固 更加因為這些事而為對方而流淚 對於這一家人 我們叫龍四邦 這班人 我 Ken哥 吳葉坤 黃之咸 這家人 我覺得我很久沒有拍 亦都很久沒有看過 無論是TVB 或者是香港製作的電視劇 有講家情 雙方公司因為一些糾紛問題 導致會有這些事 這是公司和公司之間 但是員工與員工之間 大家都在做事 我那天很開心 因為我突然看到 在一個社交媒體裏面 TVB官方發了一段影片 寫著蔡漢益 就是blahblahblah 把影片結束出來 即是觀眾迴響很大的一段影片 我那一刻看到 很驚訝 我會盡我的能力 譬如在社交媒體裏面 繼續在社交媒體裏面 繼續去宣傳 另一方面 我覺得觀眾的迴響 也是一個最大的宣傳方法 唯一我覺得 有一點可惜的地方 是沒有一群人一起聊天 希望快點解決 地球是圓的 大家都是想 一群香港製作團隊 做好電視 dlatego 創除我